Hello,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Finnibu的32寸miniLED旗舰6800 它采用了一块BO1的旗舰面板NM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看来看起 Finnibu从之前的彩皮包装 更换为了现在的环保褐色纸皮 打开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份说明书和校准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校准报告 测试了sgb空间的射准和屏幕的亮度均匀性 使用的仪器是科美的CA410和2500 屏幕的均匀性测试 左上角和下方中间有细微偏差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和支架都是免工具安装 领上底座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外观方面 整体配色为枪灰色 正面边框有AVR系列的logo 右侧是Finnibu的logo和电源指示灯 底座为标准V字形设计 并且做了些许的点缀 这个点缀在白色机身上还不错 但在枪灰色的模具上 会给人一种脏的感觉 像是插不掉的灰尘 机器背面 左右和上方有16颗LED灯珠 中间有一条束线的灯带 由此构成了Finnibu的流光溢彩 氛围灯效果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和水平旋转 并不支持垂直旋转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三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Finnibu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低转感受 整体的亮度观感不错 色彩非常的艳丽 但红色和绿色都出现了过饱和的现象 实际用仪器测试 SGB容积达到了惊人的1655% PBI为138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不错 没有明显的彩边和毛磁感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像素形态是鱼鳞状 OS菜单方面 整体为白纸配色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实测数据 首先是色温 畜厂模仁为6486K 菜单中的色温选项 还提供了原始预设5300K到11500K的调节 色域空间方面 面板支持P3和RTB RGB的情况下 Finnibu仅做了SGB的色域缩线 SG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8.3% 平均差值1.55% 最大差值2.25% 这个表现和校准报告里的平均0.2%的数字 还有一定的差距 亮度对比度方面 出场模仁亮度为457L 手动调节到最大为900L 静态对比度为1314比1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黄色部分超过了900L 红色区域在800到9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7.55% 整体亮度均匀度的表现是不错的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370K到7772K之间波动 中间指南色区域在6500K到7000K之间 边缘绿色在7100K以上 切换到全屏黑场 关闭分区控光的情况下 漏光峰值出现了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侧区域 最高接近1L 开启分区控制后 黑场不发光 因此不存在漏光的现象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呈向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四角对比度呈现IPS典型的实质型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是最佳四角 对比度在1200比1 最佳的垂直和水平角度在20度左右 频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都是PWM调光 频闪的频率在4000Hz 波动深度为87.65% 同时我们测试它不同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136L 但在150L的亮度下 SVM值最高为0.049 远小于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三色波峰非常纯净 属于QD亮智点的北光 蓝色波峰在450纳米 高能短步蓝光占比17.95%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的规格 H3Magical是201满速48G 连接PC都可以支持到4K 14Hz 10bit全范围 连接插布的Series X之后 它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的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到4K 48Hz到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icrobook Pro 16连接 在Type-C转DP的连接下 支持4K 48Hz到14Hz的可变刷新率 并且支持SDR和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1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输入延迟为22毫秒 在菜单中开启低延迟模式后 分别可以降到3毫秒和7毫秒 SDR性能方面 官方宣称支持Visa Display HD1000 通过扫描线的测色 它横向有48区 纵向有24区 总计1152区 一个分区拥有4个灯珠 总共4608颗灯珠 背光颜迟方面 通过仪器的实测为22.73毫秒 SDR亮度方面 它存在在ABL机制 1%的APL窗口下 HDR1000模式亮度最高为858L 其余模式在600L左右 5%的APL窗口都超过了1000L 峰值亮度出现在75%的APL窗口 HDR1000模式为1370L HDR游戏模式亮度最高为1388L 版本的白点窗口亮度都在1200L左右 整体的亮度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UTF曲线方面 菲利普在菜单中预设了5种HDR模式 但整体的调教风格分为2种 我们先来看HDR1000模式 在此模式下 0-70的灰阶略高于标准的PQ 做提亮处理 之后开始贴合标准的PQ 其余的模式曲线基本相同 0-70的灰阶依然做提亮 但要比HDR1000模式更加激进 70-90的灰阶做滚降 90以上继续提亮 直到最高峰值亮度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南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生成尾色图 HDR电影和游戏模式太阳核心亮度最高 为985尼特 其次是个性化模式 981尼特 HDR生动964尼特 HDR1000模式928尼特 但在更小的APL场景下 亮度更低 在海王偏远下 所以模式的亮度都在700尼特左右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红色出现了明显的过度缩现 岩浆原本的橙红色 因变为了橙色 红色偏离较大 但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表现不错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设计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SDR游戏体验方面 得益于它超高的亮度 高光表现出色 并且没有出现过曝的现象 暗部细节即使遇到SASA2 大面积黑场 也能保留部分的暗部细节 表现不错 色彩方面 还是会出现和影片同样的问题 红色在大部分场景下 都会偏橙色 不够纯净 与其他的显示器 有着明显的色差 刷新率显示方面 Philip最高支持14核子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14核子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界响应方面 有4个OD档位 分别为关闭 快 较快 和最快 实际用一期测试 关闭模式下 5.18毫秒 这个档位没有过充 快模式 4.88毫秒 平均过充 0.2% 最大过充 2.35% 较快 4.49毫秒 平均过充 0.67% 最大过充 14.55% 最快模式 3.53毫秒 平均过充 18.74% 最大过充 72.78% 最终我们以较快模式 4.49毫秒的成绩 作为它的最快 可用响应时间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在它的最佳OD档位下 BT为6.685毫秒 实际在UFO运动轻度的测量中 飞铁本体轻易度 和后方的拖位控制 表现比较一般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地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 内部有一块 体积硕大的金属屏蔽罩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驱动板 主控IC是锐域的RTD2738 这是一颗锐域的旗舰芯片 只是满缩HDMI 2.1 靠近USB接口位置 有一颗微称的VLI817-Q7 用于实现USB Hub功能 右侧有一颗迅捷的 6K773 LED灯控芯片 应用于背面的流光溢彩范围灯 我们再来看面板 形容为M1-3125-QUM-NME 这是一块京东方COG玻璃机的 miniLED背光模组 参加2英寸 4K14核子刷新率 5毫秒的G2G响应 8斗时的射身 面板支持99%的P3和99%的Adobe RGB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6800的做工用料 属于是不错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30桌标计算 它达到了165%的SGB容积 色域天体榜排名第一名 XDN亮度方面 实测为900L 亮度天体榜排名第一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1314比1 对比度天体榜排名第52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的下 最大差值为5.3% 均匀度天体榜排名第21名 表现优秀 XDN单独测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实测为1388L XDN风值亮度天体榜排名第12名 XDN静态对比度 关闭分区控光的情况下 静态对比度为1246比1 排名XDN静态对比度天体榜 第43名 开启分区控光后 实测对比度为5376比1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的测试 它横向有48区 纵向有24区 总计1152分区 最后响应速度的测试方面 6800的最快 可用灰阶响应时间为4.49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天体榜的第53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BT为6.685毫秒 排名运动轻轻度天体榜的第56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采用BO1 COG MINI LED原装模组 四灯一区 总计1152分区 2.拥有出色的亮度表现 SDR900L SDR1300L峰值 并且在高亮的情况下 屏幕亮度均匀度表现得非常出色 3.SDR高光不会过曝 暗部细节表现也不错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NME面板原生支持99%的P3和99%的Adobe RGB色域 但Philip 6800M只做了SHB模式的色域所限 让人无法理解 2.SDR模式红色缩过了头 导致实景画面红色偏层 色差较大 3.光阴控制比较一般 3.在实际使用中能看到明显的光阴现象 4.无论是SDR还是HDR 它都是全程的PWM条光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关于Philip 6800M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不能点赞转发 上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